哈喽 大家好 我是银下队 今天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个泰国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小法会 叫做 安卫库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只发成华语的话 就是拜师法会 就是他们每一年他们这些阿珊啊 或者这些罗西 这些法师们呢 他们都会做一个拜师法会 就是来打谢他们的主事业啊 打谢他们的库巴阿珊 所谓的库巴阿珊就好像是他们的可以讲守护神吧 所以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来看看怎样的这个法会吧 就这样 Let's go 然后现在呢 阿珊们呢就准备着贡品 来供养这些库巴阿珊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一起来参与 等下可以顺便好奇一下 他们看到的东西有什么叻 嘿嘿 好像很多人吼 因为我一直都会可能我在泰国还是那里 我都会提到库巴阿珊吧 库巴阿珊其实是什么意思 老师师傅的意思 明白 可能就是灵魂上的老师 灵魂上的师傅 或者祖师爷 然后现在两位阿珊就在准备着 还有一个阿珊就在楼上那边准备着东西 OK 现在呢 师傅们呢就准备要开始这次的法会啦 阿珊这个是什么法会 今天是一个历史的历史 阿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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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一个历史的历史 我建设了历史 阿珊的历史 阿珊的历史 法会将在我们这里 泰国无限佛航举行 然后目的是 好像让这里的 有参加法会的人 他们可以 有更好的生活 不管是在世界上也好 还是在平安上也好 健康上也好 全部都可以很好这样 嗯 谢谢阿珊 大家都准备了 他们也很好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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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光泉那样 然后有俄西亚还有一些那个泰国的佛珠 泰国版的佛珠 很神奇就是它佛珠是类似泰国版的样子 是不是是开灌顶的时候就会去到一个好像有一个石石头做的 应该是Cave吧山洞这样的 然后过最前面就有一个他们的那种Buddha这样子的 就好像一个佛珠是吧 然后现在不是很多在上面都是我们佛教版的 可是他们的版本是 我下面看到是有类似俄西形状的全部都是 哦 乐习 啊 就像这样子的 哦 看起来差不多我只是躲泰国原宿在里面 对对对 明白 然后今天你去大吉栋呢有什么感想 我对大吉栋感觉很愤怒啊 怎么呢 应该是我身体有不好的东西要清掉吧 哦 所以他就把不好的东西清掉 明白 然后看到什么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看到他 哦 看到这尊波珠 然后我就看到大家坐在中间一个圆圈这样子 然后拎着很多不同不同的神佛这样子 哦 很不错很特别 哦 本来以为你们看到只是现场的 没有看现场因为直接是进入那个状态 哦 他们练经了什么就进入了 哦 全部都是没有看现场啊 他一念哦 一开始声音一出就 哇 好神奇哦 哇 好神奇哦 所以这个就所谓他们泰国叫Smarttik哦 冥想 嗯 然后你呢 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我在黑黑的那个环境中有一粒红色的那个圆球 这样子进来 哦 哦 然后到那时候就看你师尊就来了 然后帮忙你这个肉体清除负能量 对 清除负能量 嗯 所以基本上呢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总结啦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丰满 非常壮严的一个法会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这个分享给大家看啊 难得有这个缘分 但是你还没讲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感想啊 看你一只爱睡 我是一直打哈欠 Smarttik的话画面不是很多 是 就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画面 我冥想的时候就一直打哈欠 然后又有了西来找我这样 然后我背后就很酸很痛 然后就一直打哈欠帮我清除负能量啦 也非常感谢有这次的法会 然后让我们体验到拜师法会 难得有这样的缘分 谢谢泰国狐仙佛汉有这样的仪式啦 然后下次呢 这麦勒西也会在这个时间到啦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来找他 任何的泰国法师都会啦 或者你可以多多留意他们的IG Facebook 还是什么等等 然后他们会第一时间在那边更新他们的动态 然后记得来找他们 所以就这样啦 希望大家的喜欢 拜拜 有点赞 我们现在的时间在发展 这个时间去运动 我们现在就会有什么时间 就会有的 参考 事马上 我们现在的时间 有点赞 什么事 我们现在在一起 有点赞 有点赞 感谢观看